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什尔市内发生的一个宣案 2005年9月6号,警方接到了一桶电话 打电话的人发出痛苦的声音声 断断续续的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后 电话就挂断了 当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 倒在地上的人已经死亡了 腹部有一个被刀刺伤的痕迹 不管谁看到都会觉得是他杀的那种形态 穿着校服背着书包 趴在地上没有了气息的学生 手上拿着手机 最后的通话记录就是1.1.2 是受害者自己报警的 在渐渐接近死亡的那个时候 这位遇害的学生是 救度于附近高中的17岁Hannington 当天有人用凶器刺了Hannington的腹部 就那么一次的攻击就夺走了Hannington的命 专家们表示 腹部刺得这么深 就表示凶手肯定是有杀人意图的 而且因为被刺到大动漫导致出血的速度非常快 毕竟不是小的血管 因为是在史沃尔市中心发生了这样的高中生遇害案 所以警方马上进入了紧急状态 在投入大规模搜查的五天后 警方将两名与死者同校的学生作为嫌疑犯拘捕起来 而决定性的线索是 Hannington在死亡前报警的通话录音 假设一个人的名字是小明 在那个录音里能听出来 他一直在说小明小明 第二天我们去学校后 找到了与这个名字差不多的学生 警方找到的这个人就是Hannington的初中同学 也是发生事件的当时在同一所沟中就读的金某 Hannington的朋友表示 听说是跟他有仇恨的同校学生 摸清了他的路线后 用凶器刺伤了他 然后除了报警录音之外 警方确定金某就是犯人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加油站工作的供读社 当天看到了金某 他说看到了向犯人的学生们跑过去 然后又跑回来的样子 个子有多高 块头有多大 长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抓到金某后 就让金某站着给供读生看了一下 他明确的说了 那就是自己看到的那个人 供读生看到的两个人 就是金某跟他的朋友郑某 两个人在被逮捕后 承认了当天有追过Hannington 然后经过对两个人的调查后 证实了刺伤Hannington的是金某 所以郑某就被释放了 而当时媒体报道的犯罪动机是校园霸凌 因为金某等人平时被Hannington欺负 所以心怀怨恨 从而犯下了罪行 这个事件就这样以校园霸凌导致的惨剧结尾 然后也慢慢的被大家遗忘了 但是在事件发生快一年的时候 因杀害Hannington受审的金某被判了无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金某的律师表示 首先是没有证据 最起码也得有误证 但是警方没有找到 跟被告有关的任何证据 当时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 有发现到凶器 但是没有查出任何 与金某有关的证据 而法院也怀疑 金某跟郑某在警方的口供 可能是因为警方高压调查被迫招任的 校园霸凌导致的惨剧 在一年后变成了被警方诬陷的事件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同学们怎么说 金某应该不是那种孩子 虽然有点淘气 但是用刀伤人 不至于是那种孩子 Hannington不是会拉仇恨的人 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不仅善良学习也特别好 而且人缘非常好 实际上 当时在看到媒体们把这个事件 描述成校园霸凌导致的事件后 几位同学们甚至愤怒地打电话到电台抗议了 Hannington的爸爸原来患有脑肿瘤 在孩子出世后 病情就开始恶化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我有问过他们 真的是你们做的吗 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回答N了 所以您还是觉得金某是犯人吗 我只是很想知道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犯人 尤其是孩子最后那通 112报警电话的录音 真的希望能好好审理一下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当时分析报警录音的专家们意见 有很人民的感觉吗 这个是不是人的名字 我很难判断 所以我当时也说了 是有点不确定的话 我认为与其说这部分是说了特定人的名字 不如说是痛苦的声音声 这样更合理更科学 在这个事件中 除了报警录音之外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这把刀 但是在现场发现的刀上 没有查出金某的指纹跟血液 那警方为什么还能确信金某就是犯人呢 警方表示 这把刀的手柄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本身就查不出什么指纹 就像警方说的一样 因为无法检测出指纹 所以警方就把精力集中在目击者的陈述上了 当天加油站的公读生说 看到了追着Hanity的金某跟正某 但是这位公读生之前没有见过金某跟正某 所以真的能准确的记住 只看了一眼的陌生人吗 而且还是跑着路过的人 专家们认为 这是因为警察只给公读生看了戴着手铐的金某 当一个人看到戴着手铐的被告人时 心里就会产生 啊这个人可能就是犯人吧 的想法 而无罪的人被判有罪的实际例子中 有86%到90% 都是因为目击者的陈述错误导致的 所以这个事件似乎是从这里开始就出问题了 很多事实都表明金某不是犯人 那金某为什么认罪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金某的主张 我当天根本就没有见过Hanity 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我坐在椅子上警察用脚踢我 然后说 如果不听他们的话 父母亲也会被逮捕 我有一直哭着说 真的不是我不是我 但是警方却说 你只要说是你做的就可以了 你很快就能出去的 只要等待四五个欧运就好 因为真的很害怕 所以就按照警方说的内容录口供了 最后在写完坦白犯罪事实的陈述书后 见到父母亲时 金某才鼓起勇气否认了犯罪事实 所以凶手到底是谁呢 专家们表示 分析事发现场的话 能推测犯人的线索有两种 第一个是Hanity的报警录役 再来就是在现场发现的凶器 如果是认识的关系 凶手会怕受害人可能会活下来报警 所以会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亡了 但是他没有 反而还直接把凶器扔到现场附近 这就表示 凶手有把握自己不会被指认出来 所以从这两个证据来看 凶手不是熟人的几率非常高 那凶手到底是谁呢 一位住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市民联络了记者 以前在这里有几位大哥因为诈骗闯过祸 在新闻也有被报道过 当时两个大哥都拿着那种刀 一个人差不多175到180 然后另一个人是172到173 这位市民描述的外貌 与加油站攻读生描述的两个人非常相似 但是当时警方并没有对这个部分进行任何调查 警方跟警方仅以口供跟目击者的陈述就判断金某是犯人 这一点真的很遗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每次看到这种事件 对警方的信任就会大幅减少 当然也会有很多警察为了民众的安全在努力 但是就是有那些害群之马 毁了警察的名誉 真的太傻眼了 这些警察怎么连个诚意都没有呢 死去的孩子也很心疼 被冤枉成凶手的孩子也太可怜了 真的是让人又遗憾又伤心又愤怒 把死去的人冤枉成校园霸凌加害者 目击者嫌疑人都是造假的 真正的凶手是谁一点头绪都没有 好讨厌这种现实 听到孩子的声音声真的让人心碎 几天之内失去丈夫跟儿子的母亲 天真的是要塌下来了 警察不会抓犯人只会做犯人 在韩国很多网友们都叫减车是减车 就是用来鄙视他们的无能 虽然不能以偏概圈 但是每次看到这种事件的话 就觉得很遗憾很遗憾 对于今天这件发生在首尔大街上的悬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